诗篇134篇第一节 耶和华的仆人 夜间站坐耶和华殿中的 你们当清众耶和华 我们试试用这一节经文去答一个问题 耶和博士讲到关于灵伤 灵伤是什么呢 其实在现在的社会当中 我们会知道什么叫智商 其实20年前 就已经大家都强调 人类的智商 但近这20年反而另一个字眼浮出来 上上也有人说 就是关于情商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智商 什么叫情商 首先 如果你用一个最普遍的答案给你知道 智商一定是讲的人聪明 即是他们做事 有条理 很讲究逻辑 做事的时候 真是 像一个读过书的人 用这个外表我们可以见得到 基本上如果我们真的要 用数据看的 讲的智商 当然就要考试 那些 只不过是一个表证 是一个数字 但如果一个人 你见他智商高 其实基本上他做事的时候 他懂得用思考方式 去做事 去想过才去做 而不是好像有些人一路做一路想 而并且做错完又做错 重复自己的错误 智商高的人有这个好处 事实上很多人都会愿意 请个智商高的 职员 原因就是 为什么20年前是这么重要的 现在反而不是这么重要 因为很简单 因为20年前不是个个人都读过大学 即是20年前 甚至是50年前 更加 不要说读大学 很多小学毕业 或者中学毕业 就要出来做事 所以在20年前 其实用智商 衡量了那个人 其实他有没有学识 他是不是把学识应用了在日常生活当中 他有没有在 学业 或者学校当中 训练了应有的 导人处世 里面一些 智商 大情商 为什么近这20年这么强调 因为就好像美国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是把教育 可以说完全 深吐在全世界 是不是 而实际上 就算连印度 都会说大学生多 搞到现在 尤其是近这几年 大学生是很普遍的 起码比我们 半个世纪前 多到 简直 也不止10倍 已经 多得很紧 所以基本上 搬出来 找东西做的时候 就不是以前 强调经验 就不是好像以前 学历 都很难找得到 高的要选 但现在基本上 拿起手上 医生有多个龙 很多工程师 有多个龙 很多读完大学 出来都没有东西做 就是因为 根本 太多人读完大学 就要借钱 都要读完大学 所以在美国来说 基本上大家都看到 大学生 随时熬三四份 麦当劳 或者快餐店的工作 撤死 很多时候 反而是年轻人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基本上我们说的 智商或者学识 在一件很普遍的事 尤其是现在 用很多社交 这些apps 很多人都会 好像地球村 很多东西都会互相 都会知道 知道的量 甚至比以前 更加多 因为现在所有apps 所有这些通讯方式 都用一些人类容易 记忆容易消化的方式 去传递很多信息 所以在学识方面 或者是知识方面 其实现在 不是那么缺 但反而在那么多这些人当中 情商就更加出色 为什么呢 情商就是说 你能不能够 除了做职员之外 你可不可以有晋升机会 晋升机会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人类 你一生 最重要的财产 就是 其实是你身边的人 其实 我们所说的领袖 我们所说的 身边的人 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财产 因为 就算你多聪明 你都需要人家去帮你 人不可以是孤独 所以在现代 尤其是我们所说的 不是 好像以前 达到一边 去买牙筒 去买 胡佬糖 那里又在做手工艺 在楼梯底搞过一个人的 整手标的档口 现在不是的 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公司 都是跨国 最差的大公司 都是服侍整个城市 所以现在来说 人与人的沟通 比 单单是学识和知识 情商其实是说 你做事的时候 在人情事理里面 你行不行 人与人之间 你做的事情合不合理 你能不能够将来 甚至可以成为一个领袖 或者你和你身边的员工 或者同事能不能够相处 这个情商在现在来说 是更重要 因为上一代 我们会注意这些下属 他们的学识 但问题相对上一代的时候 亦产生了一代的 老板是没有情商可言的 即是说他喜欢骂就骂 喜欢崩溃就崩溃 总之他筹够钱就开公司 这样的 其实很多时失败根本就不是 他家公司是没有桌头 或者没有方法 又或者甚至是方向错 是这个老板根本是不容得人的 他根本是不容得人的 所以这就是情商的问题 所以在现在来说 不单是老板是讲究情商 而事实上 职员都要讲究 为什么 因为你家公司 如果你只有10个8个 只老板有情商就行 如果你100个 1000个 或者现在 甚至有些大企业 好像 苹果 就是我们说Apple 其实在他下面 直接的 也有几十万人是帮他做事 间接的就断百万计的人 都是因为他的产业链 是可以叫有工作 所以 现在这样看的话 智商之外情商就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就是导致 不会因为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导致无聊的斗争 或者分裂 或者甚至人才的流失 所以 我们所说的 智商 情商 其实起码我们现在这一代 我们可以这样看 但是问题 我所分享当中 弄了一个新的字眼 就是 灵伤 这个基本上是 暂身 可以说 起码好色人在现代社会当中 根本完全 不会理会了 或者知道这件事 是说什么 其实 灵伤是什么呢 灵伤其实就是 可以说 如果当你 真的看政经的时候 你发觉其实 神仓做祭司体系 就是 首次 可以画一个创举 呈现给全世界看 除了智商 情商 其实还有灵伤 为什么呢 比如我举个实际的例子 其实你怎样可以 和怎样能够 可以否析到 亚伯拉罕 又或者 摩西 他们的内心世界 在属灵里面的取舍 你怎样否析 诗篇一百三十四篇第一节 夜华的仆人 夜间站坐夜华殿中的 你们当清众夜华华 后会天联顶 尘费神 尘着熟天 领日 为神想 救浪被我救主 更生 尘费神 神堂在组 领福分 愿主同行 赐罪反轻多欢迎 诚意对双手贵白转 肯切言真 愿我生死信靠上帝 别去世间的夹人 随掉血的恶痕 现朝恩之声所靠近 让我生命 领受宿的福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